34. 承報 電話騙途握三負77萬 2015年7月26日港民A03本部《港民報》報導 電話詐騙槍決 昨天又有三名類子中招 共被騙去約31萬元人民幣 和38萬港元 行騙手法大同小異 騙途冒充內地公安人員或速遞公司職員 致電事主聲稱他們涉及內地的刑事案件 指示他們匯款到內地的銀行戶口以協助調查 事主照做後懷而受騙報警 一名居住在葵聰葵姓東 姓家樓的姓樓女子54歲 前日收到一名自稱公安的男子來電 指他捲入一宗在內地發生的刑事案件 並指示事主撥打一個電話號碼 有人按指示先後四次迴款共19萬人民幣到指定戶口 其後懷疑自己受騙 作向警方報案 根據指示迴款而受騙另外 作早十時許 居於中環的25歲女子報稱遇到電話騙案 接到一名自稱速遞公司男職員來電 該男子聲稱市主寄出的一個郵包中懷疑有違禁品 要求他登入一個銀行網站 網站再要求他提供個人資料 然後市主根據該男子的指示 將十二萬人民幣回到一個內地戶口 其後懷疑受騙 誰報警求助 一名三十七歲女子 前日在幼馬地新田地街住所 接獲一名自稱公安的男子電話 指他幹反刑事罪行 要求提供內地銀行戶口資料 女子提供資料後 發覺內地銀行戶口有38.3萬元港幣 轉到一個內地戶口 以受騙報警求助 警方將上述三案列作詐騙案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甚至市既立第三個白道 除了一年 舊橋请与独核語